大家好 我先切换到我的画面 好 还有各位主任 然后还有一些导师 还有各位家长 大家好 应该大家都有看到画面 还有听到声音 有 好 我学务处这边 这两天已经完成新生训练 然后学生的手上 也有拿到新生训练的一个手册 所以里面有包含 包含我们的一些 详程规定 还有一些 多元学习的一些部分 也请家长可以 跟学生 如果要详细看的话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然后我今天是针对于 我们的多元学习的 学习历程档案当中 对于社团多元学习的部分 做一些说明 哪一些部分 必须要做一些上传 因为我们的108课纲开始 我们从高一的上学期 下学期 高二的上学期 下学期 陆陆续续 每一个学年 每一个学期都必须要有一个上传的一些动作 因为这一些的历程是从 从那个一年级开始慢慢的累积 你在高三的时候 在上传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部分是在高一 就上传之后 他就会截止 就会截止 高一下也会一个时间上传之后截止 所以无法在最后再做一些累积 所以这些学期的部分是必须要 经由他不断不断的每一个学期的经验 每一个学期的学期 将他的一些历程往上传到资料中心去 让未来他参加征选 或者是申请的时候 让征选委员能够看得到 他整个的一连串的一个学习历程 好 对于学务处的学习历程档案的部分 在多元学习的部分 在多元学习在由学务处这边主导的部分 包含干部的一个经历 干部的经历 还有志工学习 志工学习 这两个部分是在多元学习方面 重要的一个成果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干部证明 干部证明包含班级 还有社团的一个干部证明 然后这个部分有哪一些 必须要从哪个地方去做认证 学校也有帮他们做这些的规划 如果是干部证明的话 干部证明的话包含班级 班级的一个干部证明 班级包含就是说 如果他担任班长 副班长 工技股长 学义股长等等之类的 然后在社团担任干部 社长 副社长 或者是宣传等等之类的 这些干部证明 都由学校来协助做输入 来学校做输入 所以在干部证明的部分 学生在经过这些的训练 会让他们 可以更多的一些学习 包含我们的办事能力 还有领导能力等等之类的 这个部分是由学校来协助输入 如果是志工服务的部分 志工服务的部分 他就是由相关单位来做认证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出去外面做服务 做服务 假设到巴黎疗养院 或者是进行有一些相关外机构的一些服务的话 有相关单位会做认证 然后学生必须要把这些认证的证明 把这些上传他的一些证明文件 用PDF档 然后上传到以下这个网页 志工服务记录这个地方 然后填写相关资料 将他的姓名之类的 然后他服务的内容 志工服务的内容 然后减速上去 然后再把我们相关单位的认证的PDF档 然后上传上去 然后完成他的志工服务的一个 多元学习的一个方式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学校 学校当然读书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学校还是会安排一些 课外的一些活动 课外的一些活动 然后凝聚班上的一个凝聚力 还有一些办事的能力 然后我们学校在每一年都会举办 校庆的一个运动会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高一 也会有智慧帖的一个竞赛 里面包含很多的一个活动内容 包含运动的部分 还有互相团队合作的部分 这是我们学校创立的一个智慧帖的一个部分 另外在高一 高一也会举办啦啦队的比赛 高一举办啦啦队比赛 往年我们高一进行啦啦队比赛之后 我们会进行比赛 将比赛第一名的一个班级 在校庆的时候 在校庆的时候 再邀请他们进行校庆运动会的一个表演节目 另外校外教学的部分也包含高一的公民训练 高一的公民训练 另外还有高二的毕业旅行 这一些都是我们学校提供给学生做一些额外 课业之外的一个活动 让他们在高中的生活能够多彩多姿 能够多彩多姿 体育竞赛的部分喔 学校的体育竞赛在接力的方面 就是大队接力 跑步的大队接力 高一高二高三 每一年都会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比赛 这样子的一个比赛 凝聚班级的一个向心力 高二也会举办排球比赛 高一会举办拔河比赛 高一会举办拔河比赛 高二也会有一个游泳比赛 因为学校有一个体育馆 体育馆里面有游泳池 25公尺温水游泳池 所以游泳是学校必上的一个科目 所以我们学校也会举办游泳比赛 另外一个108的课纲 已经将团体活动的这个课程 正式列入我们的正式课程 所以学校的团体活动的这个课程 是放在星期五的第七节 星期五的第七节 然后那个学校的课程 那个社团是非常的丰富 包含农服团 然后左下角的仪队 左下角的仪队 中间的棋队 中间的棋队 右上角的康府社 康府社 然后国际教育社 国际教育社包含 还有热音社 这些多彩多姿的社团 是提供给学生 在课业之外 多一方面的接触 跟校际接触 跟临近的同学接触 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学习的机会 学校的社团包含 有校计性的跟自主性的 然后在校计性的社团 有包含农服团 还有我们管乐队 管乐队 还有棋队 还有仪队 还有大船社 大船社 另外我们还有校宽社 这些 这些校计性的 他主要是进行学校 有例行性的表演 或者是 校外的一些活动 或者是比赛 像我们管乐也会常常 也会在每一年都会进行 全国的一个管乐比赛 棋队会受邀 受邀出去外面跟 出去外面 算是表演 展演之类的 宜队也会有 跟校季做一些展演 这个部分由学校会提供部位的 经费补助 提供部分的经费补助 另外一个我们还有 另外一个社团 我们称为自主性的社团 自主性的社团 他有一些是由学生 依据他们的兴趣所创社的 所创社的 包含国际教育服务 日本文化研究社 美食社 韩国流行 还有旋乐社 还有康普社 热舞社 热音社 流行音乐社 还有篮球 滑板 桌球社 这些都是由学生自主 去创立的 有一些社团办的有声有色 有一些办社 社团办的有声有色 但是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在担任社团干部的时候 会由学校在 那学校登录在学习历程 档案当中的多元表现的干部证明 这个在刚刚有讲到 学校的班级干部 还有社团的干级干部 都是由学校会做 进行多元学习 多元表现的干部的证明 由学校帮忙协助输入 协助输入 然后这个参与社团的一个经验 也可以写入他的多元表现 可以写入他的多元表现 这些都是学习历程档案 应 就会 有多 这一方面的一个历程 让他的历程档案更加的丰富 然后这些经验 也可以成为他个人 展现他个人特质的一个 有利的一个证明 有利的一个证明 好 台大电机系的教授 叶教授 他有说过就是成功的人他是 成功的人是看一辈子的 他不是输 不是赢在18岁就好 高中阶段不是只要求考试的成绩 学生参加社团 他可以学习沟通的 沟通的沟通表达 还有待人接物 还有筹划 还有执行事务的能力 所以我们不是要求 我们除了要求成绩之外 我们透过参加这些社团 能够达到这一些综合的能力 达到这些综合的能力 好 我们这些综合的能力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要求 学校这边也会要求学生 必须要 如果你在社团的部分 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管理的一个概念 时间管理的概念 也拜托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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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学生也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花到太多的时间 在社团上面 或者是花太多的精神在社团上面 虽然他很重要 但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 一个读书是用学测的一个方式 去进到我们的大学 这个虽然他能够得到很多的一个经验 但是时间分配他是很重要的 厉害的人他会有时间管理 该读书的时候就会读书 该玩的时候就会玩 他时间会控制的恰到好处 不会说如果他玩了一个社团 然后他整个就栽在这个社团 有时候会影响他的课业 影响他的课业 所以这个是我们不乐见的 所以我们会随时提醒 学校会随时提醒学生去做妥善的时间的一个安排 让他不要说太多 花太多的时间在我们的社团上面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再许的成绩 刚刚有讲到我们的再许的成绩 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孩子在校的一个成绩 还有他的初缺情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透过校务行政的一个账号 然后进到我们的校务行政 然后透过这个账号可以查询学生的成绩 还有他在学校的一个初缺情的一个表现 好 在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包括讲诚的一些相关规定 除了我今天 这两天所上的那个新生训练 都会有新生训练的一个手册 上面有一些规定办法 好在我们的网页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办法 我们的路径是从我们的首页进到我们的行政单位 然后再进到我们的学务处 然后再进到我们的生教组 生活教育组 里面有一个规定办法 上面就有一些讲诚 初缺情的一个规定 如果家长有任何的问题可以上去看一下 好学务处感谢每一位家长的用心 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学务处 学务处是在我们三明楼的三楼的学务处 我跟我这边做一些联系 我的分机是22894675 转分机220 随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学校的学务处都会为 对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学生进到 就是沟通的一个桥梁 好感谢各位家长的联心 谢谢